美国一间网上按揭公司近日在视像会议 解雇大约900个员工触发辞职潮 行政总裁就裁员的手法自协 辞职的包括公共关系主管 传讯主管和副通讯主管等多个部门高层 已是不满行政总裁加尔格 月初透过Zoom视像会议炒人 时隔一星期 加尔格向现职员工发公开信 说是他本人决定用这样的方式裁员 未能对受影响员工表达充分尊重 令员工难堪 他为此道歉 又说日后会用心做一个更好的领袖